还没讲到证照考试 如果我今天希望请你帮我1加到99的话 这个地方程式该如何撰写 我大概已经把程式写完了 直接把它run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的话4950就瞬间就帮我加完了 但问题来了 我该如何在python里面帮我完成1加到99的这件事情 1加到99刚好是4950 那我要怎么把它做出 首先的话这边 我们在程式撰写的话 需要产生几个要件 第一个的话 我们这上面可以给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的话也许名称叫SUM SUM主要是将来放什么东西呢 放加总结果 OK 那所以我先产生一个SUM SUM这个变数预设值等于0 OK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 当然我需要去做一个回圈叙述 那这个回圈叙述的话 我该怎么跑 特别注意哦 在python里面 我刚刚讲过因为我有个范围 1到9那一定是for 因为是一个范围圈 因为是一个范围 除非说我要的那个范围 我还不确定 那当然就用画 如果是这里的话我们怎么写 一般是这样写一个for 后面的话你就产生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因为我一般用i好了 for i空一格 在哪个范围 所以for i这个变数 这个变数的话不动变动 不断的变动 那怎么变动呢 它in后面加一个in 一个范围 一般的话这样 一般就加个瓜糊 范围的话呢 比如说我要产生1到99 那一般是1-2-3-4-5 那如果说你一直往下的话 那你可能要打到99 太麻烦了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要产生1到99的话 这个范围的资料 你接下来你可能要学会一个函数叫range 这个range的函数 它主要是可以帮你怎么样 产生一连串像这样的一串的资料 ok 那这个range的这个 range的这一个function 你后面加个瓜糊 那跟他讲说 我要帮我产生什么呢 帮我产生范围的话呢 比如1到99的话记得 后面的话请记得 开头第一个数字1 到点后面的话 请特别注意 我们到99 不过如果你输入99 它到99停下来 停下来意思是它不会执行 所以如果你要到1到99的话 后面请你输入100 意思是说到100停下来 也就是我要的数字是从1开始 然后23456789 到100停下来意思是没有100 只有到99 ok所以你如果1到99的话记得后面是要100 这个比较麻烦一点 它不是说1到99 没有它要1到100 ok后面加个冒号 所以特别注意 Range实际上就帮我产生一个清单 那个清单就是1到99 其实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如果你们会用Excel的话 Excel其实蛮简单 Excel的部分的话 其实就直接怎么办 直接向下拉就可以有一个清单了 可是在那个Python里面的话 就没那么方便 这个Range有点像 这个事情有点像什么 我们一般这样 1 然后再按个Ctrl 按个2 然后把它这样往下拉 有点像这样 Range它就做这件事情 就帮我做什么 太多了 OK 到99 就帮我停下来 OK 有点类似像这样的动作 OK 也就是说Range 实际上就是帮我产生一个清单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清单 一样的事情 OK 只是说在Excel里面的好处 是直接用滑鼠可以做 但是在Python里面 它没有办法用滑鼠 只能用程式 Enter一下 Enter你会发现 它也跟那个if 做法一样 它一定要一个TAB键 自动会帮你产生 那接下来你要做什么 是不是 For i in range 那这个i的词 它就会在1 它会先丢1给i 丢1给i之后你要做什么 然后再来的话呢 弹回去之后的话 又把2给i 所以一直丢丢丢丢 丢到99 所以我需要什么 把这个里面的i的值累加 累加怎么写呢 特别是累加 sum 上面有一个加种 等于 ok sum自己本身 怎么样 加上i就可以了 这样的写法 就是所谓的累加 那它累加的道理是 1 比如说for i in range 1 所以1 sum 现在等于0 所以它会把后面先算完 算完之后再把它存到前面去 ok 所以这个等号 特别是一定是 当后面计算完的结果 帮我储存到前面的变数的意思 这个要累加 所以要慢慢熟悉一下 当然除了写这种方式之外 这种方式呢 跟VPA一样 如果说你要写另外一种方法 你可以把sum 加 你可以不要写sum 等于sum 你可以sum 加等于i 这样也可以 那这种写法 比较接近Java Java就写这样子 ok 如果你这种写法写在VPA VPA不接受 刚刚那个方法VPA才能接受 这两个方法Python都可以 就看你习惯 我是觉得你刚开始不太熟 我建议写这个就好了 这个跟VPA比较接近 sum等于sum加i 那它i的值会1 然后1加 把它存到sum变1了 那再来弹回去说 i变2 有没有 sum等于是把sum1加上2 那就存回去变3了 那变3 3之后的话呢 那就3加3 就存回去变6 所以你会发现 sum里面的值会不断不断的更新 然后值到哪里呢 直到99 维持 OK 所以你会发现 算完之后 sum里面的值就变4950了 4950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再加一个print 计算加总之后 后面你可以串接 把sum做一个转型做输出 我讲过了 其实如果你不转型的话 另外一种写法 还记得吧 不要加用串接的 用dou点也可以 dou点 sum也可以 有没有 这个我们之前有写 不过差别是说 如果你用dou点的话 在这两个串接的中间会多一个空白 ok 差别在这里 用刚刚这个方法 这个转型之后串接 或者是说呢 用什么呢 用加一个dou点 在中间的话呢 其实两个都可以啦 就是感觉 当然好像用dou点会 比程式会相对的精简许多啦 ok 就不用转型了 不过你至少要概念清楚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发现 同学写错程式大概都转型 形态啦 忘记了 ok 如果你假如怕麻烦的话 该加一个dou点好了 这样比较清爽一些 那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这样的话呢 执行 那你会发现 他就会帮我把那个4950把它输出了 不过你会发现 我用dou点 跟用加 然后string转型 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 其实就在这里 这边怎么样 会多一个空白 ok 特别是哦 当然一般使用 其实没有人会特别去care这个 可是我跟各位讲 如果你要针对考试的时候 正照考试 就不一样了 因为正照考试差一个空白 结果也是不对的 多一个空白 或少一个空白 都不正确 一定要他空白数量 如果一个你就一个 ok 所以你可能要特别注意 大概是这样的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如果今天要1加到99 该怎么做 那第二个的话呢 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我今天希望 如果我希望呢 请你帮我怎么样 把那个 奇数的部分累加 1加到99 但是我只要奇数 只要奇数 ok 怎么做 只要奇数 或者甚至呢 我只要偶数 诶 我只要偶数 怎么做 方法很多 比如说我今天 有没有可以 中间其实也可以做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他这个i的值 是奇数的话 那我再累加 如果不是 那我就不要累加 有没有办法写 有吗 就做一个逻辑判断 加在回圈里面 其实就可以办到了 ok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ok 先试试看 这个最基本的题目 了解那个for回圈的运作的方式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要for回圈的话 他in for I in in后面就是 后面就是给他一个清单 ok 所以以后的话 如果你将来呢 从外部抓取一个清单进来 然后你要让他全部跑完的话 那你就把它放在for I in 后面 给他一个清单 那他就会帮你把 那个清单范围全部跑完一遍 那看你要做什么样的处理 ok 大概是这样子 那错回圈是有个范围的 ok 那换回圈是没有范围的 不过使用起来的话 一般好像 如果因为现在一般在使用 大部分都是类似这样 以资料库 所以通常会有个范围性的机会会比较大 所以好像用到for回圈的机会会相对 就是我自己个人使用的 这个 这个 几率来看的话 好像for回圈用到的会比坏回圈机会来的大 比较多 ok 所以基本上 第一个 回圈 请你务必要把for回圈先学好 另外当然如果你要学坏回圈 以1加到99 其实也可以用坏回圈写 不是说只能用那个什么 用那个for回圈写 那如果你用坏回圈写的话 嗯 会有个问题 坏回圈没有清单 那没有清单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自己把那个i的值 每跑一次就加1嘛 每跑一次就加1 也可以啊 有没有 加到 如果他一直加到99了 因为大于99了 那我就 让那个回圈跳离 也可以啊 ok 所以这个题目 你们 也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用坏回圈 怎么去做修改 如果两个写法都会的话 基本上 以后呢 你也比较容易 比较弹性的去使用回圈 所以第一个 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 这个1 帮我加总到99 那第二个的话呢 再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 把那个奇数的加总起来 偶数的加总起来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利用什么 回圈里面再加一个逻辑判断的话 这要怎么做 那请各位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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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